小明啊 招魂师啊 老家 久闻圣明 此次前来 是想请您 给我家小少爷招个魂 哪种 我们这行规矩您得了解 招魂分两种 一种是给活人招魂 一种是帮死人招魂 这两种性质和方法完全不同 却绝对不能搞混 您这不知是哪种 哦 我家小少爷 前些日子失踪后 他的衣物在河边被发现 想来应该是失足掉水了 可老世人一直找不到尸体 我们只能先请您去河边 为他招魂 来给我家小少爷准备丧事了 嗯 了解了 你先回去 先准备好孩子的衣物 生辰八字 和他生前常用的东西 晚上我们去河边 为他招魂 喊小少爷的名字 小明啊 小明啊 回来了 你这么着急干嘛去啊 哎呀我要找招魂师 哎呀别去了 他已经不做招魂师了 自从上次 刘家小少爷 河边招魂之后 他没要报仇 把自己关在家里 三天三夜后 就再也不做招魂师了 啊 大家帮忙想一想 以赵哥为什么不做招魂师了呢 把答案写在留言里 听说点赞的观众 家里从来不会闹鬼 我们下期见